其实我们要谈的是Ionized Impurity Scattering 也就是带电载子受到离子化了的杂质原子影响造成的散射机制 一般而言在试问之下 几乎所有的impurity atoms都会被离子化 如果同学还有印象的话 在前面的学习当中我们曾经以silicon为例 在温度300K donald concentration等于1吋 时的16次方每立方公分的时候 donald level上的电子浓度 仅仅是conduction band中的电子浓度 与donald level上的电子浓度 两者相加总和的0.41% 那么因为impurity atoms几乎都被离子化了 所以charged carriers带电载子 与ionized impurity atoms离子化了的杂质原子之间 就必然存在酷仑静电力 不论是吸引力还是排斥力 使得在子接近ionized impurity atoms 附近的时候产生运动方向偏折 或者说偏转的情形 那么这样的情形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用这两张图来表示 我想呢 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就不再额外再多做说明了 好 那么因为我们有兴趣的是 在子运动方向的偏折 或者说偏转 而不是在子与ionized impurity atoms 所谓的杂质离子之间可能的复合 所以我们在这一张暂时不讨论有关复合的机制 而将复合机制相关的描述 留到下一张当我们谈 办法理财要当中的非平状态的时候 再来详细的说明 好 那么有关在子偏转的情形呢 一般大致上呢可以用在子的动能 kinetic energy 跟在子与ionized impurity atom 也就是杂质离子之间建立的位能 potential energy 两者之间的关系来描述 为了方便解释 我们以电子 行进到带一个正电的 ionized donor impurity atom 附近可能发生的情况来说明 那么当电子的动能远高于 电子跟ionized donor impurity atom 之间的位能的时候 这时候电子的行进方向 几乎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运动方向几乎没有任何的偏折 但是呢当电子的动能并不是大到可以忽略 它在杂质离子附近受到的吸引位能 所谓的attractive potential energy的时候 那么电子呢就会受到杂质离子的吸引 而产生运动方向 偏折或者说偏转的状况 所以当电子的动能越小 在通过杂质离子附近的区域的时候 电子就会持续地受到 带正电离子的吸引 而不断地改变运动方向 使得偏转的角度越来越大 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所谓的杂质离子附近的区域到底有多大 这个能造成电子散射的区域范围 跟温度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下面我们要谈的就是如何用 最浅显简单的方法来粗略估计 好那么假设当电子运动到杂质离子附近 因为受到库仑吸引力的影响 使得行进方向偏离原来的运动方向 那么在每一个运动方向偏转的瞬间 我们都可以用一个以杂质 原子为中心RC为半径的圆来描述电子的位置 所以电子在偏转时的速度 可以视为是所对应的圆周运动的切线速度 好所以电子与杂质离子之间的库仑吸引力 提供了电子运动方向偏转的时候 所需要的向心力 而这个向心力等于电子在偏转时 所受到的离心力 我们知道离心力可以表示成 电子的conductivity effective mass 在乘上在这个位置的切线速率的平方 除以半径RC 接着由这个等式 等到左右两边同时交去一个RC 在同时乘上二分之一 就可以得到电子的动能 电子的动能等于二分之一 乘上电子的conductivity effective mass 再乘上V squared 会等于电子 跟带正电离子之间所建立的吸引位能的一半 所以有这个关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当电子的速率越大的时候 那么RC就会越小 换句话说 对于行进速率越高的电子 只有在非常靠近带正电离子的时候 才会开始受到酷能力的作用而产生偏折 而行进速率越小的电子 相反的 在比较大的半径的时候 它的运动方向就会开始产生改变 而在没有外加电场的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电子的动能 全部都是由热能所供给的 所以动能会等于二分之三kt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电子行进方向偏转时的转弯半径 必然是跟温度的一次方程反比 好那么这个式子呢我想同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将这个数学式等号左右两边同时 消去一个RC 在同时乘上二分之一 所以电子的动能表示在这个式子当中的等号右边 而电子未能的一半是在这个式子的等号的左边 而动能完完全全是来自于热能所供给的 当没有任何外加电场或说任何外加厂的情况之下 所以二分之三kt会等于电子跟带正电离子之间 所建立的吸引未能的一半 所以很快也可以得到RC跟温度之间的关系 是呈一次方反比的关系 那么所对应的有效散射面积呢 我们知道可以表示成πrc的平方 所以有效散射面积 在我们只考虑ionized impurity scattering的情况之下 会跟温度的平方呈反比 所以有前面有关于mean free time的数学表示是 我们可以得到在单纯考虑ionized impurity scattering的条件之下 因为散射截面积与温度的二次方呈反比 而thermophilicity与温度的二分之一次方呈正比 所以tao i正比于温度的二分之三次方 同时呢跟单位体积内的杂质离子的数目呢呈反比 因此我们得到在这页当中最后的这个数学是 那么我想同学应该都清楚 nd plus代表是ionized donor concentration 而na minus代表的是ionized acceptor concentration 在这页左边的这三张图分别是germanium silicon 以及gallium arsenide 他们的carrier mobility 随着impurity concentration变化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当doping concentration 低于10的数次方每地方公分 也就是low doping 所谓的低掺杂的时候 三种材料的carrier mobility 在log scale的图形上 他们的变化相当的小 尤其是silicon silicon的electron mobility 以及how mobility 在这个范围之内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在low doping时 electron mobility 以及how mobility 可以说与impurity concentration无关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latice scattering是主要的散射机制 所以我们说latice scattering is dominant 也就是说在低掺杂的半导体材料当中 温度变化对载子的mobility的影响 远比impurity concentration 对mobility的影响来得更剧烈 而在happy doping 所谓的重掺杂 也就是impurity concentration 高于10的15次方每立方公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随着doping concentration越高 electron mobility 以及how mobility 都是随之下降 所以这时候ionized impurity scattering 是主要的在子散射机制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两点需要提醒同学们的 首先是先前我们简单地推导 mobility的时候 曾经看过了这张表 这张表罗列了silicon ganemothenite以及germanium 在温度300k以及低掺杂的时候 electron mobility以及how mobility的数值 那么同学们呢 可以和左边的图两相对照一下 就可以发现 这些数值和左边图中的曲线 在low doping的范围之内 基本上呢 是相当吻合的 那么第二点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温度300k时 ganemothenite 它的electron mobility 是数倍于silicon 以及germanium的electron mobility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 是ganemothenite当中 电子的conductivity effective mass 大约是silicon的26% 和germanium的57%左右 使得ganemothenite的electron mobility 是数倍于silicon 以及germanium当中的electron mobility